好 这女生真的是太帅了 台中一名气质钢琴老师她决定转行 做什么呢 竟然是开瓦斯行 158公分 50公斤的她虽然身材娇小了 但是扛起这20几公斤的瓦斯桶可是相当利落 她开着货车送货一桶一桶的搬 却一点都不含苦因为离婚要独立养两个小孩 原本弹琴的手呢 现在必须搬瓦斯 她却说是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动作俐落 扛起20几公斤的瓦斯桶 身材娇小的陈云茜全部假他人之手 搬着瓦斯桶上上下下还能一次滚两桶 可一点都不输给男人 这是小时候训练的 有一项的 等一下 住在店里一有客人叫瓦斯马上起身送货 一整车的瓦斯桶全要她一人搬上车 父亲过世的时候差不多十年前 我就过去回家帮他们的忙这样 帮母亲这个他们事业也是瓦斯桶分装厂 38岁的陈云茜主修长笛钢琴 以前是音乐教师 8年前离婚 独立抚养一对儿女 后来转行开瓦斯桶 158公分 50公斤的她 已经扛过鲜桶瓦斯 音乐美女变身为美女 下班换掉工作服 穿着美丽的长洋装 抬起最爱的钢琴 陈云茜一脸幸福沉浸在音乐中 落差是蛮大的 刚开始是不适应 因为其实你这样子开的车子 其实就是人家会说 我问为什么会有人在 一个正开的货车这样子 那对啊 但是我一上车是听鼓点乐 我就觉得很开心 原本弹琴的新鲜玉手 现在却拿来扛瓦斯 陈云茜不含苦 只希望小孩健康长大 乐于当个瓦斯美女 周日视频的梦张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